在我与问归死斗之后 已经过去了三天 我或是捣碎前噪的皮佩里斯 或是试吃干肉 或是灭绝试人花 过着相当悠然自得的生活 感觉干肉相当可以 但在昨天早上 被名叫星星的赤毛园集团 抢了个一前二进 当我感觉外面很是喧闹 揉着没睡醒的眼睛 走到洞外时 刚好看到那群可恨的猴子 一边唧唧喳喳怪笑 一边大大我的猴子 让我久违地涌起了杀意 我立刻全力追了上去 但那帮混蛋快地要命 一转眼就看丢了他们的身影 之后冷静回想起来 以那个数量的对手为敌 几乎肯定会遭反杀 星星的status相当高 若是单挑的话 我感觉自己能单方面虐杀他们 但以那个数量的星星为敌 是赢不了的 我又再次烂捕灰狼 重新做好大量干肉戳在树上 说起来费那么大劲 执着在肝肉上也没多大意 可说一半是出于我的意气用事吧 不过就这样的话 那帮该死的猴子 可能又会再来抢肉 要是趁我睡觉的期间 将肉拿走 我可说是毫无办法 所以我埋头收集了 很多毒性很强的植物 放入瓮甲窍中熬肝 做出强力毒药 然后将其仔仔细细涂在了一块干肉之上 这陷阱的结果还没有展示出来 但我想到那吃园痛苦打滚的样子 心中就一阵舒坦 不过 那帮家伙不再过来才是最好的就是了 我在毛皮完成杀菌 脱水之后 将其拿到湖边洗掉了上面的盐 然后又再次对柱树使用除载吐息 去掉小枝 树叶将其改造为亮衣杆 接着将毛皮挂在上面前造 现在这些毛皮已经成为我家的熔毯了 虽然防腐处理并不完善 但就这样好像也没问题 躺在毛皮上面 感觉柔柔软软非常舒服 在我注视增加这言语香辛料的同时 会每天狩猎当天吃的灰狼 角兔滞留低肩魔兽 最近光在打E-rank魔物了 就像这样缓缓升级或许也不坏 但最近三天等级只升了一级 技能方面也就只有厨师先生 升到LV3这种程度的成果而已 久违的稍微跑去原点的地方吧 也想要几个能装粮食的罐子之类的东西 肉用盐用 然后是香辛料用 再者 也需要有心的锅 因为被憎恨驱使毫不考虑的 就用了瘟甲鞘来生成毒素 导致那东西变成了没法再放入食物的状态 要是能简单获得新的瘟甲鞘 自然是再耗不过了 但不破坏瘟甲鞘 打倒瘟龟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毕竟干掉的十个当中 获得的损坏最小的一个瘟甲鞘 都依然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 我为了寻求新的食物与罐子 用滚动朝森林里没有去过的方向移动 路上发现了狡兔 就随便追了他一下撞飞了他 点点滴滴地赚取这经验值 带着他出去会成为负担 所以就放到这 回来的时候再走同一条路回收他的肉吧 那只狡兔是不是有点快啊 不 是最近太过平稳 让我的感觉变迟钝了 果然 不适度投身于有紧张感的战斗中 是不行的呢 话虽如此 与rank高过我的敌人战斗还是免了 小心炎龙也好 大问龟也好 K竟是些怪物 跟那种家伙战斗 真的是有几条命都不够哦 不过话说回来 K魔物啥的 我也真的只见过那两只而已 我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一边滚动 突然听到了些奇怪的声音 察觉到邪恶的气氛 我停止了滚动 用腿灯的急刹车站稳 东 北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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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这声音是 虽然有点脚步声的感觉 但总让人觉得有些古怪 只能明白 它是我从没遇到过的魔物这一件事 除此以外什么都搞不清 我屏住呼吸 试着躲在从生源方向没法看见的树后 然后从一棵树后移动到另一棵树后 慢慢慢慢往那边靠近 看向生源方向 只见有一只熊 一般的东西在那里 熊一般的东西 却不是熊 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但总之不是熊 只有这件事是显而易见的 那种玩意怎么可能是熊 话说 该怎么说呢 像是模仿熊的东西 直说的话 就是有着熊的外形的黄土块 总 总之先 Status 阅览 与对象的距离过远 通常技能 Status 阅览 LV5 无法取得情报 距离离得太远了点嘛 总觉得它外观相当不妙 不怎么想接近它 虽无法取得个体 Status 情报 但可以开示 关于对象种族的详情 哦 被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 Status 阅览 LV5 还有着这种便利技能呢 赶紧试试看吧 黏土熊 D加 Rank Monster 以土块创造出的魔物 力量强大 且再生能力也很高 原来如此 D加 Rank 也就是说 跟我处在同一个 Rank啊 这样的话 足以战而胜之 也能拿到 还算客观的经验值 不过 无论如何 都没法吃 是个难点啊 不 等等 把这家伙打倒后 做好合适的形状烧印 瓶也好 罐子也好 罐也好 不就都到手了吗 很好 给它痛扁一顿 改变它的形状 让它变成 My Home的室内用品吧 黏土熊 还没有注意到我这边 原本就属于 感官和迟钝的类型吧 没有理由 不去利用它这个弱点 毕竟只是 熊型的黏土呢 外观看起来 就像是 制作图中的人偶一般 眼睛耳朵 能不能发挥技能 都值得怀疑 那玩意 不会完全只是个装饰吧 那自然是 感官迟钝了 妈 那种对手的情况 我是管不到了 但我的强项 就要彻底利用好 从背后打过去 突然袭击 这种想法 就太天真了 最少也要就这样 给它两发痕的 彻底盯在它后头 等它露出重大破绽时 狠狠地揍它 要是在它进食的时候 或是排泄的时候 袭击它 应该能直接给它打倒 进食或排泄 这家伙会吃东西吗 能吃吗 总之跟住它吧 要是能确确实实 获得经验值 集罐子的话 白等个一 两小时 根本就不叫个事 远远地躲在草丛里 盯着它 它要是一动了 就等距离拉远了之后 再从后面 慢慢追过去 它外观非常显眼 应该不必担心 看丢了 脚步升也大 对方走 我追 对方转身 我怕 对方再走 我在追 自我盯上黏土熊后 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 我这边肚子都饿了 先回去 把躺在路边的角度吃掉 再回来嘛 虽然跟了它三个小时 但对方的行动 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输的地方 慢吞吞地走动 走过的道 再走回去 就一直在重复这种事情 那家伙 真的是生物吗 我都开始怀疑起 这个问题来了 有只暗黑豫虫 慢吞吞地 从黏土熊附近经过 它们好像互相都无视了对方 是那种感觉的吗 就算是以暗黑豫虫的试点看来 也觉得那东西不是生物 仅仅将其当个 汇动的物体来认识 总觉得我已经开始 只能把黏土熊 看成单纯的黏土块了 感觉怪傻的 普通的从正面打过去 把它带回去吧 我等的不耐烦 站起身来 但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 黏土熊迅速转动身体 以土块之拳 砸向错身而过的 暗黑豫虫的背 暗黑豫虫连个叫的时间 都没有就轻而易举地被打扁 肚子里的内容物 喷了得老远 我傻傻地张住嘴 除了看住眼前这一幕发生以外 什么都做不到 黏土熊将自己的身体 盖在压扁的 暗黑豫虫的身体之上 腹部裂开 献出一张大口 它一通乱嚼 残酷地将育虫啃得血沫横飞 残渣四散 才不是熊 那玩意才不是熊啊 这家伙没有在名字里 带个熊字的资格 我绝不会允许的 快给我改名 呼 现在不是我心慌意乱的时候 冷静 要冷静啊 这是我等之又等的黏土熊捕食场面啊 不管是怎样的生物 在满足自身生理欲求的期间 都会极度没有防备 即使是魔物 也并不例外 我想要这么认为 想要相信这一点 老实说 真不想跟这种怪物战斗 但我想要罐子 想要让我的家 拥有充实的室内用具 至少想让偶然发现 洞穴的人类产生 哎呀 这龙头脑相当不错啊 看起来挺老实的 试着跟他关系除好点吧的想法 为此 黏土熊的土是必需品 唯一滚动冲开杂草突进 朝着专注于进食的黏土熊的背 狠狠撞击过去 背哎 黏土熊的背凹了一大块 他一边发出没个熊样的声音 一边从腹部的口中 吐出暗黑玉虫的残骸 我迅速回转 再次瞄准黏土熊的背 爸啊 黏土熊滚倒了 身体撞在了附近的大树上 不过现在依然不能松懈 朝着还没能理解发生了什么的黏土熊 使出第三发突击 轻轻一个弹跳 瞄准的是黏土熊的腹部 乌被黑 我推挤黏土熊 它背后的树被挤得粉碎 我继续突进 但感觉到对方的腹部正在打开 连忙中断了滚动 我伸出拳起来的腿 踹向黏土熊的肩膀附近 利用反作用力拉开距离 双脚柱的站稳 从黏土熊腹部露出的巨口 就彷復在瞪住我一般 好险好险 要是回避池了就被咬了 避开了固然是好 但在彻底打倒它之前 让它进入战斗态势了 不过给了它三下子 应该相当有效果吧 事实上 现在黏土熊就处在手臂断裂 动体也坑坑洼洼的状态 虽想再给它一发解决掉它 但对手已经进入战斗态势 且手牌不明 让人很难直接扑上去 反正距离已经足够近了 一如往常地检查一下它的status吧 种族 黏土熊 状态 愤怒 LV 25 HP 57 178 MP 100 100 攻击力 75 防御力 136 魔法力 56 速度 65 Rank D加 特性技能 魔像 LV 图属性 LV 耐性技能 精神污染耐性 LV2 通常技能 咬镍 LV6变形 LV2自我再生 LV4 黏土 LV4 沙兰 LV1 称号技能 土快 LV3 LV基本跟我相当啊 防御力虽然挺高 但我的攻击能好好生效 拼了命地通过使用提升滚动技能等级 也算是值得了 我是再也不想感受问归战那样的苦难了 那真是 怎么打都没什么伤害 反过来 太一个恢复数就全部恢复了 不过咬念 LV6很危险 没有随随便便扑上去 真是太好了 否则可能就遭到反杀了 带着愤怒状态 妈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进食的时候被人袭击 换谁都会生气 换了我也怒给你看呗啊 黏土熊张开腹部的大口狂吠 一转眼间 他那凹陷的身体 断裂的手臂就在生了 自我再生嘛 又是高防御力的持久型啊 你们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这样随随便便回复 来回复去想想 我千辛万苦 想学个回复魔法 却受到人话之术引诱 一下子就断了这条道 你们是不是都该向我吐下做谢罪啊 三用自我再生回复完毕的黏土熊 呼呼乱挥着刚刚再生出来的右臂 他似乎在确认手臂的状态之后 他猛多地面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是打算借此牵制吗 若是这样的话 差不多要过来了吧 正如我所料 黏土熊将双臂左右大大张开一直线 向我这边奔来总之为了知晓他MP的减少值 再用一次start阅览吧种族 黏土熊状态 愤怒肉费 2540 HP 159 178MP 82从HP 57一口气回复到HP 159了 荡成大体能回复100点左右来 考虑比较好吧 从剩余MP来看 他接下来应该还能再用4回 自我再生正面对殴的话 毫无疑问我这边会先消耗殆尽 虽然想一口气干掉他 但对方的HP和防御力都太高了 毕竟是滚动三连击 都不能收拾掉的对手 对上防御类型的对手 我也想将最大威力的的招式 罩住他身上丢 但我的最大威力招式是星落呢 我可没有单住比我大上一圈的黏土雄飞的自信 要是像大瘟龟石那样拼了命吐息的话 搞不好将他抬起来这件事 本身是可能做到的 但要是一边抬着那家伙 还得 一边对住下面吐息 一边飞行 绝对会在空中遭到痛扁 就此完蛋 正面打接近战的话 对方战有优势 STAT上我这边攻击力与速度更胜一筹 但考虑到那家伙的防御力 就算我第一击拿到先手也 绝对会演变成霍露的局面 这样一来 体力方面远输对手的 我就没有获胜的希望了 刚才虽然完成了三连击 但那充其量 只是因为攻了对手一个出气不易 从那防御力体格 以及黏土的重量来考虑 正面挨上几发奏这种程度 是硬直都不会硬直一下的 靠接近战是不足以余有着 自我在生的黏土雄 一较长短的话 虽如此 但若是拉开距离 用除载吐息来攻击的话 又欠缺威力 而且要是把黏土雄的身体烧映了 就没法拿来做瓶瓶罐罐了 这样袭击黏土雄 就没有意义了 我与黏土雄互相瞪式 瞪的不是他那像的 百剑的脑袋 而是那腹部大大张开的 嘴巴的深处 总之看看对手的技能 重新拟定战术吧 通常技能 咬捏 LV6变形 LV2自我再生 LV4黏土 LV4沙兰 LV1 咬捏这个LV6 真是不好惹啊 绝对不想被他咬到 虽然他除了动体以外的部分 有没有伤害判定 颇为微妙 但还是不要随随便便 靠近他腹部为好吧 这个名叫变形的技能 也令人担心 搞不好能抵消冲击的势头 增加手的数量 又或是从熊的身姿 变形为其他身姿 别在名字里带熊字了 你这混蛋绝对不是熊啊 快对熊道歉啊 黏土也好 杀篮也好 搞不清内容 就难以应对 总之等他把这些技能 用一遍之后 再认认真真的 重新拟定战斗方法 这样比较好吗 不这样 有点胆怯过头了 过于警戒 错失进攻时机的话 会最终导致不利的结果 在战斗中 没有绝对安全的选择 感觉我因为 能看到不完全的 start信息 导致了自己 对非公开情报 抱有必要以上的恐惧 时机危险 并不会有什么变化 采取最大限度 活用自身优势的行动 固然不会错 但过于执着 这一点也会导致危险 总而言之 我的方针就是注意住 不要让自己 被那张大的离谱的嘴吃掉 尽量不要站在他的正面 跟他打一下 看看情况 当然了 要是能就这样打光他的 HP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哎呀 你看就是那个啦 玩RPG啥的常有的 想把回复魔法 留到最极限的状态下使用 结果还没用就死了 现象有没有傻法子 诱发着现象啊 不可能吧 这种赌伤自己命的状况下 还舍不得下本钱的家伙 是不存在的吧 再说 本身就是因为 没有能在对方 舍不得使用自我再生期间 一击将其打倒的技能 才会这么烦恼的 在我来来回回思考的期间 黏土熊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一边拖着那面无表情的熊头一动 一边张开腹部的大口 从中露出许多牙齿 真吓人这家伙 牙的数量也太多了吧 比起熊来更像鲨鱼了 总而言之 我的方针已经定下了目标 是那个像是本体的动体 然而不能从正面上 要从正后方来 唯一滚动 躲开黏土熊的突进 然后顺势在黏土熊周围绕行 原本速度就占优势的我机 助滚动进一步加速的话 他的眼睛就不可能追得上我的动作 黏土熊显得不知所措了 我抓住这个机会 狠狠撞向他的后背 呗啊 黏土熊虽然身体被撞微微向前躯体 却依然迅速地对我挥起了手臂 我敏捷地回避掉这一击 又在黏土熊周围绕了起来 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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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能追上LV4滚动的速度的话 就追来试试啊 在想到有胜算的突破方案之前 就这样反复从后头撞他吧 酷酷奸笑 他来回转动身体 困惑中脑胃 你倒是也转转摆 你身体上的那个熊脑袋啊 你那脖子不是完全没动过吗 说实在的 这家伙的眼到底在哪啊 真是的 哦 有破绽 又用滚动 对住他背后正中间来了一下 然后迅速退避 Hidden the way一击脱离 哦好险好险 反应是不是变得比刚才好了 哼哼 虽然左思右想考虑了很多 但没什么了不起啊 真没想到 能这么轻松地不断抢占到他的背后位置 本来只打算靠这样打探一下对方弱点的 但比我想象的还要有效啊 感觉能就这样给他带走 虽然会伸胳膊攻击我 但我完全可以回避掉 万一针 中了一下 也不会遭到多严重的伤害 只要能切实回避掉 那张大嘴的咬孽 就完全没有问题 快看我又在你周围转了哦 瞧 阿乔阿乔阿乔 阿乔阿乔阿乔啊 你是不是用下自我再生比较好啊 背啊 沿土熊一边大叫 一边将双手撑到地上 还以为他放弃了呢 突然周围沙尘飞舞 是沙兰技能吗 乌阿乔阿乔果然 再怎么说 也不可能就这么结束呢 现在就老老实实拉开距离吧 保不准他就会在沙尘之中 平击嗅觉追上来 咬我一口 在沙尘散开之前 不能随便靠近他 如今我这边占了优势 还是不要急躁 秉承安全思考 收拾到他把沙尘散尽之时 我一时怀疑 其自己的眼睛来 粘土熊的背后 伸出了大量的坚针 那算什么啊 那家伙连这种事情 都能做到吗 太犯规了吧 你真的别叫什么熊了 这完全就是滚动对策吧 再怎么说 这也太精确真对了吧 那样看起来很难活动 但感觉他是认为 再怎么占据死角方位 只要没法攻击 就怎样都好 才这么弄的事实 也是他这么一弄 我就没法采用 撞他背后的战法了 必须正面冲向他了 这家伙还剩多少 MP来住 种族 粘土熊状态 愤怒 LE 40分之25 HP 137 178 MP 34 100 这MP是不是捡的有点多啊 HP看起来还挺有余裕的 一定是刚才在沙尘中 使用了自我再生吧 但就算这么想 MP也绝对是捡的太多了吧 两次自我再生的消费 是182的36沙蓝 和变形耗到了30点 MP码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没法那么简单的继续变形了 能用的自我再生 也就只剩最后一回了 是吧 感觉看到了圣机 不过很难对他发起攻击 这是个难点啊 只剩一次自我再生嘛 到了这个时候 正面与他展开接近战 有来有往地打上一番 或许也不坏 不过咬捏 LV6呢 背后是土针正面 是牙齿凌厉的大口 他腹部的嘴 为了咬向空中的我 而张开我为了 飞向后方踹了一脚 他嘴巴上方的不远处位置 虽然有击中的手感 但右脚却陷入了 粘土熊的身体之中 不应该说更接近于被吸入了身体之中吗 就算往外拔 也会不断被吸向深处 这家伙居然给我用变形 不过这样一来 粘土就没法用了 努力到现在的意义 就没有了 没法子做好觉悟吧 这是同rank 同等极端的互相厮杀 不可能没有风险的 对啊 粘土熊一边咆哮 一边向着我跑来 他挥舞着粗大的双臂 想要抓到我 不过这家伙 感觉他完全没有用手臂 干掉我的打算呢 那用手牵制 再啃过来的想法 昭然若揭 能明白这点的话 就不难判断 他的下一步动作 回避以尾巴 浮开再回避 果然这家伙的手臂攻击 是用来牵制的 且完全不把针对动体 以外部位的攻击当回事 身体以外部分的手背 简直约等于 没有我用尾巴 弹开粘土熊的左手 大幅跳向右边 粘土熊追着我 趴得向我伸直了右臂 我蹬得在空中 一个后翻滚 一尾巴猛击他右臂的肩关节 他的肩膀一下子就碎裂了 右臂往正上方飞去 我全力跳起 在空中抓住他的右臂 展开翅膀 往下吐出除载吐息 一口气提升高度 LV的效果 进一步获得经验值150点 恶病子龙的等级 从LV31上升到LV33了 口哨太好了 虽然不甘心 但果然还是神之声来了 能让我安心啊 还想着 要是这都没挂的话 该怎么办呢 我抬起身来 只见四分五裂的粘土熊 飞散在周围 连他站的地面 都裂开了 那一下威力相当可怕 虽然反作用也很糟糕 没法轻易使用 但拿他当个撒手锏 似乎也不错 疼疼 身体各处都吱吱作响 今天已经没法继续狩猎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样就能回收粘土熊的粘土了 把它们收集起来 带回洞穴 这样就能做罐子了 我跑了好几趟 用不了这么多的量 但难道弄到了 就多收下了 这种东西 有多少都不会造成困扰 有空的话 我还想做点脱偶那样的东西呢 反正嫌骂 把粘土堆在那颗晒前肉的树下 好了 就在这里工作吧 总之 先捏粘土 做一个像大锅那样的东西 然后将水土 以及其他的粘土 放进去混合 光是量多这一点 就构成超重劳动了 要是人类的身体 是绝对做不了这样的活的 啊 我已经累坏了 在搅拌土这一步中 粘土的量不断增多了我 这是到底打算做多少罐子啊 不对 拿来涂在洞穴内部的墙上 或许也是可行的 这东西跟普通粘土比起来 粘性强的下人 不断加入土 来细使他吧 将粘土与土混合完毕后 尝试捏个罐子造型出来 不断不断不断地重复住 失败 靠着龙那硬邦邦的手臂 和长长的爪子 很难完成漂亮的作品 难得都开始做了 还想着做出 更像样点的东西来呢 在我不断尝试的期间 天色开始暗了起来 我带着办事 堵一口气的感觉 继续制作 因为童年土熊死痘的原因 我现在有点累 但不可思议的是 完全没有睡意 感觉眼皮挺沉的 却完全不在意 捏完了又坏坏完了 再捏中途 终于忍不住 将碍事的爪子咬断了 然而就算指尖渗血 我也依然不断捏着粘土 眼看着就日出东方了 在反复试错之后 分别制作罐底与侧面 再将其组合在一起 终于完成了一个漂亮的罐子 完美这个已经真心称得上 完美了好 就罩住这个量产同样的东西吧 获得称号技能逃逸之人 LV1 嘿嘿 居然这样夸我 我猛地抬起头来 发现那帮可憎的赤猿猩猩 正在观察着 我这边恐怕跟上次 是同一个集团 我猛蹬回去 他们立刻消失在了森林中 一定是盯上了干肉吧 真是群让人大意不得的家伙 罐子的树木 总之必要的是香辛料 用肉用盐用的三个呢 之后也可能有更多需求 先做上十个吧 我忍耐住肚子的叫声 埋头继续做罐子 每做一个都能明白 自己的技术不断长进 喂喂 这搞不好 就是我的天职啊 超有趣哦 做完十个之后 我的逃逸之人称号 技能升到了LV2 暂且再次告一段落 我从树上拿下串着的干肉 吃起来超好吃 果然也很重要啊 真是得多谢食人花啊 进食的时候 感觉到视线转过头 去发现那帮猩猩猩又来了 那帮家伙 已经完全记住干肉的味道了 呸呸 给我鬼远点 在我的邓氏下 心情们很快消失在森林深处 我现在没功夫理你们啊 下次有空的时候 会让你们吃个饱的 当然 是涂了毒的呢 好了吃完了饭 接下来做锅吧 准备个普通当锅用的 以及一个用来调和毒药的吧 也需要有被瓶呢 总之多准备点 做个五个吧 毕竟烧的时候 说不定会失败呢 做完锅逃逸之人 升到LV3了 我前世说不定 是逃逸加什么的啊 被自己的才能下到了 我收集来酷汁 把土粘土制成的大锅盖上去 在大锅上开个小洞 然后用出载土锡 从那里送进热风 如此反复多次之后 做好了一大堆炭 我将罐子锅埋入其中 放好之后 使用出载土锡加热 还想着搞不清火后 可能会破掉几个呢 结果不可思议的是 完全没有破裂 搞不好 也有粘土熊那粘土的功劳 在罐子锅变色发白后 我停下出载土锡 用沙子盖上去灭火 等它们冷却之后 将其拖出炭衫 在河边冲掉 没啥嫩嫩 真是令人满足的成就啊 真是出色 真没想到会做得这么顺利 我回到洞穴 将用毛皮包住的盐 香辛料干肉 放进罐子里 只是摆上罐子和锅而已 就让洞穴里 显得热闹了许多还剩了 不少土呢 下次来做个 淘像什么的试试吧 之后就是将洞穴内壁 削平 整齐上砖块 整顿下内部装饰 把砖块间的粘盒 只需使用那个粘土 再用除载土锡烤上一会 就没问题了吧 感觉会变成相当麻烦的作业 但相对的 也会很有成就感 感觉又会在洞穴里 持续窝上个数天了粮食的话 妈 还有干肉 总有办法的吧